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在台湾 男生做什么样的工作 特别吸引女性呢 女生会讨论 考虑跟什么样的男生 做什么样的职业来交往 我们如果把性别 就分成两性的话 台湾 我们听说有什么 师自备对不对 医师 机师 工程师 老师其实大概在很后面 我觉得 因为老师多半就是一个 吃不饱饿不死的行业 可是刚前面零碗的几种师 应该都比较厉害 尤其医师大概是 工程师应该也不错 机师好像也赚的蛮多的 而且常常不在家 没有了 来 所以 这边西方人呢 so women on Reddit What profession would you not date 所以这里date当动词 可以翻译成交往 所以啊 女人们 你什么样的行业 什么样的老公的事业 职业 是你不愿意跟他交往的呢 我们就马上看一下来 第一个 第一个回应帖 CEO 应该知道 就是那个什么 首席执行长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所以公司的这个老板 不要 OK Military 阿兵哥军队 Cops警察 Life Coach 这个可能有点点搞不懂 就那种人生的那一种导师 你知道吗 然后你在做什么 哦 我就专门 给人家一点意见啊 资商啊 我们应该讲资商 资商那种心理资商是那种专业 Life Coach是那一种 呃 该怎么说啊 Tony Robbins 听过这个名字吗 可能没有 呃 或者我们讲 啊 我想起来了 很久很久以前 辛海罗盘叶 叶教授 还是叫什么 反正就是能够给人家一些 生活上的建议的那种人 然后甚至以此为生的 那你会觉得这种人 根本就在榨财 OK 所以我刚刚改一下 那个我的说法 资商绝对不是 资商是 帮人家调节心理问题的 那那个绝对是非常OK的 但Life Coach是那一种 啊 反正就是 教你什么是正面思考 或者什么这些的 然后竟然还可以开课教你 对很多人来说 那就是杂财 所以你看 后面他补充一下 Life Coach I mean come on 拜托 这样 这种什么行业啊 这样 I mean come on Right 我几乎可以看到 写这个时候 这位原po 翻白眼的状态 I mean come on OK 一直学他 下一个 Right wing politician 特别强调 右翼的 OK 右派 左派右派 右派是哪一派 你觉得是保守还是激进的 OK 保守的 信奉资本主义的 OK 觉得一个国家的政府要小的 所以不要插手干预经济发展的 然后社会福利可以少一点 你看我就是直接可以想出右派的一些各种不同政治上的那个路线跟思维 对啊 因为我对这就是 这是我的高大学读的东西 那我也蛮关注这种东西的 所以就是比较守 那左派就是我刚讲这些东西全部是另外一边的 OK 就大政府照顾大家 社会福利要好 然后照顾人民少 照顾企业 然后社会主义的气氛高一点点 资本主义就是万俄了 冤夫什么这些 好所以其实左派比较接近共产党 但右派的话难道就比较接近我们的国民党吗 程度上的确是 但也比较保守 种子是 所以他认为右派不OK Right-wing politician 事实上媒体都是被左派控制住 CNN BBC什么这些的 MSNBC全部都是左派的 那只有Fox是右派的而已 车远了 回来这里 Basically any profession where they get rich by exploiting the working class 基本上任何的行业 那他们这个 能够成功都是因为去剥削了 劳动阶级 So you get rich by exploiting the working class 这样子他就不愿意交往 How I'd avoid dating someone rich regardless 最后 无论如何啊 只要有钱我就不想跟他交往 我个人觉得 他列这一大堆 尤其是最后一点 放屁 OK 我觉得有钱还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但你想要这么说我就尊重你了 无所谓 这边只是一个ask woman的版 所以也就不跟他变了 好 然后下面加了这 他说上面都OK copy paste 所以我就复制贴上 然后我要加上去 NFL players 什么是NFL 就是那个美国的那一个职业的那个 呃 美式联 美式足球的那个联盟 boxer 拳击手 MMA就是那个综合格斗技 mixed martial arts 棒球选手 baseball players singer 唱歌的 以及演员 actors well ok 好 所以 这是目前 这样 然后还有这个清单再往下加 lawyers 律师不要 insurance adjuster 我还真被这个词搞混了 什么管 什么鬼 insurance我懂 保险嘛 什么叫adjuster 好 所以我找了一下下 这个叫做保险理算师insurance adjuster 可能就是你出了个车祸 然后啊 你出完这个车祸 我来调涨你的保费 该调多少呢 我来算给你听 然后算出来这个数字 要不要保随便你 是不是 其实我可能在乱策 对不起 但从这个字眼 然后从理算师 我去推算出来 可能是这个意思吧 要是我有错 欢迎纠正我 我还真的搞不清楚 有这个行业 竟然有这个行业 我只听过insurance的这个agent而已 我只知道卖保险的人 我还真不知道 有一个行业叫做insurance adjuster anyway people working in the for-profit prison system 所以这种人他不要 prison是监牢 for-profit就是赚钱的 你可能搞不懂 什么叫赚钱的监牢 这个议题很大 美国很多的prison是私人的 或者应该讲就是 被那个私人企业拿去给他 政府把它outsource出去 或之类的 所以prison可以赚钱 他们用inmate来去生产东西 或之类的 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很便宜的劳工 然后会给薪资 可是超低 然后他们所生产这个东西 就可以拿去卖或这些的 所以prison 他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让prison赚钱 甚至有很多scandal在里面 就是很多 就他们为了增加监牢里面的 那个 那个 的 老有的数字 所以他们会故意把 就是让执法人员 努力一点点 然后把人尽量把监狱塞满 所以他们才可以有这么多劳动人口 来 来好好的剥削 这是个美国的 很重要的一个 很严重的一个社会议题 很多人在谈 只是我们台湾比较不知道 因为真的不是我们国内的事情 但总之有这个概念 就是for profit prison 所以 他认为这个是邪恶的 所以他把这个加上去 OK If you work in a for profit prison system I don't want to date you Cool Doctors in certain positions in the hospital medical industry 所以医生 或者在这个医疗的领域里面 或者就医院里面的某一些职位 他不要 Fine People who work for big pharma 这个big pharma pharmacy这个词 就是药店 就卖药的地方 那pharmacist就是药剂师 所以big pharma就是大药厂 OK 所以大药厂的 他不要 Anyone who works or supports ABA or other abusive treatment towards disabled persons 这个人超左派 我看这个这些文字 我就觉得他超左派的 但没有对错 左派就左派 而且ABA我也不懂 所以我也找了一下下 那还以为这是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就是美国的那个律师协会之类的 你考过之后才可以变律师 Bar Association Bar这个字也可以是律师的那个Bar 什么叫律师的Bar 反正就是律师的协会 那可是我看到后面有一个什么 abusive treatment towards disabled persons 所以这就是一些残障人士 对他们的一些这种虐待的这种对待 或者是治疗treatment 所以找了一下才理解 ABA叫做Applied Behavioral Analysis 应用行为分析 然后据我刚刚的这个找这个资料 据说就是这个东西可以拿来去治疗 自闭症 OK 所以用这种应用的行为分析来帮忙治疗自闭症 然后似乎从他的角度来看 就是这种东西都是一种程度上的虐待 所以用行为方式来治疗虐待的人 可能来治疗自闭的人 他的意思大概就不行 难道用药比较好吗 我也不知道了 但我对这个没有很懂 所以懂的人或许下面可以补充一下 总之他说这边的ABA就是这里这个意思 Applied就叫应用的 Behavioral Analysis 行为上的分析 完全照自翻其实是OK的 好所以讲了一大堆 好没问题 然后我们看看能不能再多看一些些 其实刚刚一大堆讨论 一眼看下去就是 一大堆人说律师不好 然后以及有钱不好 OK 然后下面说I never date a cop 一样不喜欢这个 警察 酷 然后讲一大堆 爸爸是警察啦 什么警察啦 一堆警察的 military也是一样 I watched my mom being a military wife for 15 years or so and it looked like it fucking sucked being told at short notice just pack up your whole life and move halfway across the country yeah OK 所以看起来就很糟 OK it looked like it fucking sucked 那就是你会被告知 at short notice 所以这边一个片语叫short notice 什么叫short notice 就是啊 我没有给你太多的准备时间 就跟你说 你接下来15分钟内要干嘛 所以要是我通知你开会 开会时间是5分钟后 你可能就啪啪5分钟 然后赶快把你现在在做东西弄弄弄弄弄5分钟后 跑到会议室 然后这时候老板说 Thank you and I apologize for the short notice 老板跟你们道歉 抱歉要大家这么急促的赶来 所以I apologize for the short notice 所以这个notice就通知 我给了你一个很急促的通知 很短的通知听起来很奇怪 但总之就是 我要你很快的跟我一起做什么事情 这样就叫做short notice OK 到底有没有long notice 我还真的没有看过这个字这样子用 但是short notice常见到 所以 so you're told at short notice to just pack up your whole life and move halfway across the country 所以因为你是military的老婆嘛 所以国家要你干嘛 你现在就可以马上搬家 然后搬到一个什么地方去 that's your life OK pack up your whole life OK and move halfway across the country 然后搬到国家另外一边去 甚至可能到海外去这样子 OK 好 所以下面又讲一大堆 所以military的似乎是好多 大家都讨厌military OK 好 然后下面这个一大堆 还是在讲military的部分 看了半天 可以啦 那这边再看一个 so I'm married so I don't know if my opinion is relevant but if I were dating I'd avoid men in下面这几个 finance 在这个华尔街的 finance的 可以 做金融的 police military politics 刚刚的算是都重复了 所以我看 看了半天 大概就是这几个啦 military 我这里都还没列出来 没什么好列的 大概是 但从印象可以记得 military cops OK politicians or rich people in general I don't know 我还是觉得这里面有些bullshit 我觉得有一个朋友 也不是朋友 就是这个 大概几周前的一个影片 西方女生怎么择偶条件或这些的 下面有一个人回应 回应的不错 英文也写得很好 他说是 no come on 怎么可能嫁一个 或者就跟一个 那个financially不OK的人在一起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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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回应了 我的回应就是一个touché 回应是什么意思 你看这个字 那后面这个e自动变了一匹 这是什么概念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说了一点没错 touché 太对了 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词 来去回应人家 讲过的一段话 你很同意的话 他就说 oh agreed 也可以 touché 也可以 OK 好 一点也没错 讲到这里大概可以了 有一点点 可以讲的都讲完了 有没有一些男生的择偶条件呢 不知道 年轻 身材火辣 漂亮 天使的脸孔 某鬼的身材 Maybe that's enough 后面没什么要补充的 算了 我可以这里就听掉了 好像有点想讲什么 又不知道该讲什么 男生讲择偶条件 好像就是一点 我觉得很现实 知道有个笑话 女生各种不同的年轻 Women have different preferences for guys as they age When they're younger Well you gotta be cool You gotta be handsome Maybe wholesome even Right Cool looking You gotta have a swagger With you Right 所以年轻的时候 喜欢走 But as women age Their preferences change Right They want People who are more stable Right People who have a stable job People who feel secure About themselves People who have a vision For the future People who even Well even better If you have a vision For family Right Picture yourself Being a family man Taking care of your wife And kids If you put that as a priority That would be more attractive For girls Who are of a higher age I guess And a higher age group Older demographic 所以女生的 priority 女生的 preferences 会改变 But for guys 都一样 什么年龄层 都喜欢 年轻貌美的 So guys are more consistent Your choices If you can say that Of course you shouldn't But anyway That's it 不知不觉又多扯了一点点 但 总之 我是Paul 呵呵呵